自当全高院 风云高 这23条立法有如扔了个深水炸弹 在香港震撼之大 比3年前的港版国安法 由于23条立法里面 很多条文据说是写得非常烂 还有全方米见血风喉 令到全香港是没有人可以走得走 确保没有人可以走得走 所以引起讨论之激烈 也是盛放空前的 现在流行说这个叫性 由于他的条文很多是曖昧 很多空白之处 所以你真的要解释起来 就有很多空间 很多问来问去都问不出一个确实的结果 但是现在香港的网络世代 还有那些人确实很担心 问这些问路 尤其是这个叫做 本有是意图煽动仇恨政府 还有意图煽动仇恨中国 还有香港特区政府 甚至是颠覆 这个刊物到底是什么时候最明显 香港的人很惯着《苹果日报》 整个都问我如果家里收藏了《苹果日报》 是不是会捉 根据邓炳强局长的广义的说法 是不用害怕的 你家里私人藏有《苹果日报》 如果你是自己是静静地欣赏 是不需要 是害怕是拘捕 但问题就是多了一样叫做告密 你自己欣赏 你周围家里人 子女 个个都很支持你 感情都很好 就没事而已 如果你看《苹果日报》 之前那晚你的老婆因小事打麻将 沉迷 记得买宋回家 给你的老公升了两巴 是不是 跟着就扔东西 把你丹麦家旗的那些旧罐 扔到通屋都是 然后老婆调气不信 走去报案 说我的老公家里是收藏着《苹果日报》 而且不断拿出来私下自己看 本来是没有罪的 我也知道的 只不过我老公一路在看《苹果日报》 一路抹眼泪 一路在看《苹果日报》 有时义愤田英老发充冠 看到激情转 啪一声 真的不值得了 我怀疑我老公看《苹果日报》 不是仅是怀疚和消遣这么简单 其实他的心里面好像在拗一些想法 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阿sir 我是个好市民 我观察到那个衰宫是长期看《苹果日报》 私底下看是没什么的 我知道 但是他看上来那些表情硬硬硬 我觉得有点点看完之后又看目露空光 昨晚又加暴打了我两锤 是不是 喂 阿sir 我真的不知道是否现在第二次中毒 还有心里面酝酿第二次又走出去 不知道搞什么 我不知道是我暴力案丝不如你去查一下 这样就死人了 对吧 所以呢 行会这个叫唐嘉华好东西 加把口进来 他说其实你家里 我家里不是我 他家里都私藏了很多 《苹果日报》去厕所那时候现在都重温 他说这样是没事的 严格来说是没事的 因为据说《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 都有人问过 只要你不在公共地方那里公开 是大合唱 或者是读唱 你在家里洗凉 洗花 耍那时唱 是没事的 所以好心你们大家可不可以再问呢 是吧 问多就越问越串 越串就会 trigger 或者是煽惑到 特区政府执法人员是越想动你们 你不要经常说《苹果》 这些煽动刊物不止是《苹果》很多东西的 例如我举个例子 有人把义勇军进行曲 如果有人 把歌词用书法铁画云钩 然后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捉成我们的什么长城 是吧 然后 中国人民到了最后的关头要怒孝 把他全部写了之后 表了 放在后面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捉成我们最后的长城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Exact worthy 然后放大 这个算不算煽动性 算不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是不是煽动性 你现在有人写成一个书法鸡腾这么大 一个字房在客厅 如果有客人来到 我觉得有煽动性 虽然你说不是 这个是中国革命作家田汉的歌词 但不是 田汉的歌词 为什么你鸡腾这么大 写草书 写到不器行器这么有愤怒 然后过去家里 这个我可以报警 然后你可以合理辩解 你说我那天是练书法 还有我是在唱国歌 唱国歌你的练书法 为什么你练书法 为什么你练书法 为什么你不选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寫七个帝书更漂亮 对不对 这个你慢慢变解 什么叫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你现在 present tense 不是啊 官说本来应该是 past tense 为什么你当present tense 这个你辩解的时候就麻烦了 涉及中文 它不是好像英文那样 英文就是presen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past tense past perfect tense 是分得很清楚 所以你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随时呢 我觉得你是挂在这幅这样的东西上有信号 不是啊 我在家里挂而已 不是啊 你家里呢 那一幅墙 天天对着阳台 然后你打开窗帘 是不是 你连半条街 你对面那些人都看到 不是我私底下的吗 私底下而已 你私底下冲凉冲花灑光吞吞 然后打开喉窗 对面那些楼看到 一样告到你 是非法暴露身体罪的嘛 这些呢 就是叫灰色地带 是吧 还有逐单逐单案 当然特区政府说我们不评论个别案件 但是我们是看 由那个戏剧场面那里 是将一些很可能发生的个别案件 是提出来大家在趣味的角度 是分享的 因为你是编剧的了 是 你说一下汤家华这番说话 你收不收货呢 是的 现在呢 23条的审议过程里面 众说纷纹 邓炳强局长就派定心院 好像你这样说 其实呢 就要看那个合理辩解 不是说收藏 就有点有事 这个听下去呢 都叫做言之成理 因为有些时候真的要看看动机 或者是你要拿来做什么 但是呢 现在拿命的地方是 在政府的官员以外 很多的亲中建制人士 就自己去诠释这个23条 譬如汤家华 他被问到这个藏友 《苹果日报》会否犯法 那他说呢 本身不犯法 但是又要视乎犯罪意图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这条条例说明是不需要证明你有犯罪意图 他就说呢 你要视乎犯罪意图 那他好像不是很熟书 他说例如呢 市民将报纸放下床下留念 限时自己看 就叫做没有犯罪意图 但是如果久不久拿给人看呢 利用刊物去涉及 达到违反国家安全的目的 就可能有问题 那他就说呢 气质就最安全了 就是说呢 如果有人来探望你 或者呢 你旁边的那个 我不知道你老婆还是老公 有空呢 就是无事呢 你就拿一篇黎智英的文章 出来和他分享一下 那你就已经有事了 他可以举报你了 但是其实我也同意的 涂先生 不要集中讨论《苹果日报》 因为《苹果日报》是一个比较香港 或者我们叫做很特定的事例 但是我觉得危险的地方是 他说的是刊物 刊物不是只是报纸 譬如我随便我手上的这本书 刚才我的书架在后面拿的 叫做《台湾时报》出版社 《八角联军乃正义之诗》 好有趣的 这本书我很喜欢的 这个观点很有趣的 是的 这位刘骑坤作者 内容其实很简单 他说里面的目录 我说一下目录 他说清瓶欲杀尽 外国嗜折和洋人虎孺 接着中国向全世界宣战 里面说到义和团才是焚杀劳略的人 而全教士就救急扶危 还有对中国的官民也有很多建设 最后那些军民是对联军感恩大德 这样 还盛赞帮八角联军作战的华涌盈 即是说这些是中国人来的 不过他是受庭帮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 这样 好了 这本书我告诉你 如果依我的理解 他是中二十三条 煽动中国不同地区人民的憎恨 因为里面写到 好像我们昨天说的莫言那件事 莫言是丑化白路军 里面说到白路军 有这个不抗战 白路军有这个抢掠 那些侮辱先烈 那其实如果中国大陆定性了这个义和团 是爱国的 这本书呢 其实你是在煽动着对于中国人的仇恨 甚至你认同着八角联军 那这本书 其实你买了很久 你也知道我们买书的人 不是占煲 但是放在箱里面也不记得有这本书 这些情况之下 很容易中招 不是不是不是 你既然管有 湯家驊说 只要你管有 不要紧 只要你在家去厕所那时候看就可以了 你不要拿着本书通街走 你知道吗 就是你现在不要拿着苹果 拿着苹果日报 在这个走完尼敦道 然后又走去这个叫湾仔海旁 不要说举 拿着都不行了 这个叫管有 所以这个界定到 这个叫管有的问题 怎样叫管有 你23条没有说私人管有 还是管有之后呢 是公开出现在街头 所以我上一集就说了 你拿着手机 你在家里看法轮功 那些什么九评中共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拿着手机走到街上 然后那个警察觉得你的样子 是疑似是谢伟俊 或者刚刚我们阿sir的特首批过你 就可以喝令你拿着手机 然后发现你里面有 法轮功的这些网 和其他东西 为什么你仍然管有 在公众场合是管有 我没有派 没有派是管有 喂 湯家驊说 你要在周围分享传阅才有罪 我没有传阅 那不行 那那个阿sir不知道 没有看过湯家驊的解释 你回去警察呢 回去警署呢 慢慢行政拘留 还是14天 你慢慢说 是不是你都要先受14天 然后呢 可能有合理辩解之后呢 阿sir收到电话 没事的 这个都是西环契仔自己人 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是不是你盲的吗 是不是 喂 他这些 没什么的嘛 真的没什么 14天也好 8天也好 就放出来 可以是这样 但是呢 是有很多这些不稳定的因素 是不是 你刚才这个八国联军 我就以为根本是没事 煽动仇恨这个 是不是 最多我看了之后 我刚才看了个反应 我是很仇恨这帮 在北京城带着这八个联军 入省的汉奸 我没有说仇恨到 那时候的北平 清末 那时候的北平 不同地区的居民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么 喂 你说你几人 告你 我可以做你律师 是不是 这个叫煽动仇恨 是谁的仇恨呢 哪个主观情感呢 是特首李家超听了谢伟俊的说话 就说他呢 是有黑暴之嫌 还是工联会小花 听了曾玉成的说话 说他呢 是有这个 在关键时候 想作反之嫌 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同 每一个人呢 那个联想又不同 是吧 但是呢 你这个二十三条 有很多条文呢 就是open to all interpretations 是全世界七十七亿人 都可以根据每一个 他自己的感受 来到呢 诠释了 譬如说 又说回了 现在很多的公务员 觉得担心了 在这个二十三条 第三部分 第十九条 煽惑公职人员尼本 第一款 任何人明知 而煽惑公职人员放弃 拥护基本法局放弃 向特区后总职属犯罪 一旦呢 公诉程序定罪 可以判监七年 有些公务员 或者有些人士很害怕 喂 那我劝公务员辞职 不要搞 又算不算 是吧 不要跟政府打工 又算不算 那有人解释 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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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政府 有人告诉你 是不是 告诉你 不算 只要呢 你说 啊 不要做了 现在风头火势 这个 我这样 这个看一个老婆劝老公 不要搞呢 那个口气和羞耻是什么 如果说 哎 老公啊 我看现在呢 那个 大湾区那里呢 饮食又这么便宜 谷田的楼也这么便宜 谷田的楼也这么便宜 中山那里的楼呢 现在很多难尾坨价 不如呢 你辞职 不要做局长 或者副局长 啊 我们一起搬去 福田中山和大湾区定居 这个呢 没错了 因为呢 你叫你的老公 不要搞之后 就是拥抱大湾区 一小时生活圈 然后呢 旁边有第三者 那个飞容听到 然后呢 上庭说 我作证 他虽然力劝 他那个局长老公 不要搞而已 但是不要搞之后是回大陆 这个一定没事 是不是 这个是合理变的 但是 但是 如果你这个老婆 叫我局长 不要搞了 再搞下去制裁的 不要搞 那我怎么办 是啊 三十年前 肥棒给了一张居英权那张 免死金牌那张纸在那里 我又有BNO 是吧 他儿子又有BNO 儿子都二十多三十岁了 他有BNO 你有那张 以前英国老派的那张居英权那张大棉胎 你那张大棉胎 你那张大棉胎 带上我是你老婆 和儿子的BNO 就一起去英国了 那样是不是离门 那样就是 那样就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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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就是 如果说是移民英国和BNO 或者居英权呢 那样就是属于离本 本来不是 是 十年前不是 八年前不是 三年前都不是 但是现在是因为BNO很敏感 是不是? 绝对你的例子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会发生的 我又试试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可能会比较奇怪 但是我觉得很符合我们逻辑讨论 如果有人觉得台湾 这些台湾人对香港人有一些看法 或者不是很欢迎香港人在那边定居 甚至觉得香港人去到就不太懂台语 又或者生活习惯和台湾人格格不入 在那里批评那些水货客那样 在那里数落 那好了我问一个问题 首先台湾是不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 这个如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观 或者它的立场一定是 那如果我煽动台湾和香港之间的人的仇恨 那属不属于这个23条里面煽惑的那部分呢? 因为如果根据中国来说 中国大陆来说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那如果我煽动香港和台湾之间的市民的仇恨的时候 你捉不捉我呢? 譬如我说甚至再准确一点 我煽动香港人对民进党政府 或者支持民进党的陆营里面的人 涉嫌台独分子 可以煽动 那省籍不同 香港人和广东人那些是敏南人福建人 那算不算是煽惑呢? 因为台湾是属于中国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样的 那你是不是执法? 但是没有罪 我真的很想试试 我真的很想试试 如果有人呢 就是会玩东西 或者是真的会想这个逻辑问题 试过了 可以做的 看看是否执法 试过了 听到有些KOL去了台湾 不满蔡英文政府 是批很多香港人过来 定居的手续 繁复和拖得久 拉环垃在街上闹 游行闹这个民进党政府 然后被台湾民进党支持者闹回头 于是双方胡马 这个当然是成功煽惑了 香港人对台湾民进党支持者的 台湾人的仇恨 那台湾是不是中国是一个不同的地区 是不是一个地区呢? 那我不知道 是不是? 但是煽惑就是仇恨 或者不满这个行政 那要执法的 是不是? 如果用这个23条来说 因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他们觉得 律政司司长 林定国说 怎样叫煽惑 对中国不同地区居民的仇恨呢? 例如大约在10年前 在粉岭上水 那群反水货客 指着大陆的那些 素奶粉指着他们闹 是不是说他们是蝗蟲 这些可能会触犯法例 是不是? 只不过这样 当然那时候的反水货客 对于中国大陆来买奶粉 那些是有少少的略嫌太过衰直 和情绪化的指控 不过英文说 是叫做 as a result 结果是导致当时的特首 梁振英 推行一只叫做限奶令 是不是? 喂 如果没有一班前线这班 反水货客 骂那些素奶的那些 骂得那么激 那梁振英 就怎样会听取这些民意 就立限奶令呢? 跟着subsequently 出现一只限奶令 是不是就是说 当时的特区政府 暗中认可那些反水货客的诉求 是英文叫做legitimate 是合理呢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不是的话 梁振英怎么会立限奶令呢? 立了限奶令 连当时的港澳办主任 黄光亚都很不满 他说我的孙子想买奶粉都买不到 那你说 如果梁振英身为特首 立这个限奶令 这个措施呢 其实是暗中 或者明的 逻辑上是回应了水货客那时候的口号 是不是? 如果他是充满仇恨的话 那你怎么会 是肯定这些仇恨也有 所以中间呢 就真的很多这些灰色地带 和很多争议之处 我们再说 讨厌政治 只不过呢 有这个立法的文件出来 我们可以很乐意去讨论 其他的逻辑的问题 讲逻辑 是不是? 很重要的 其实呢 是哲学问题 这种情况 不仅是我们 甚至建制中人 行会召集人呢 叶刘淑仪呢 也提问 因为他自己有个智库组织 和外国的智库组织 甚至本地的智库组织 有很多合作 调查 或者是一些我们叫做项目 他都问了 他说现在如果 那个勾结外部势力呢 他派一些年轻人去海外实习呢 他可能都会担心 或者一些年轻人觉得自己 如果去海外和其他 特别是美国的智库 英国的智库合作呢 就会触犯到这个23条 那这一点呢 邓炳强局长 继续派定心院的 那他说呢 就要视乎意图了 但是最惨的是一件事 你和这个组织合作的A项目 可能是没有事 但是我们都说过 这个智库组织可以随时被定性 或者被视为这个敌对势力 就是说呢 是反中的一个这样的组织 而里面的董事 或者里面的教授 可能已经个别人呢 是中国的敌人 或者叫做不喜欢的人 那这些情况随时是事后恐明的 你合作的时候都不知道 好像你说美斯的例子就是一样 喂 因为查美国的班主的老爸是CIA 对吗 是啊 这个佛罗里达州那个 卖美国际的 本来没有事没有干的 美斯出事之后 大公报和你搜查得到 原来美国际的领班的老爸是中情局 一旦是这样 你香港这个叫Tekna Asia 是不是勾结外国势来的 如果23条就直接拉得 但是你大公报不爆 这个Tekna Asia 博启刚怎么知道 他领班的老爸是这个中情局 这个同样的逻辑 如果叶柳 他传这些青年财俊 说去美国的智库 那时候挂钩 而美国竟然收容 是不是 是吧 当时叶柳以他的contact周围问 是没有事的 但是怎么知道 跟着他下届又选特首 李家超又要连任 李家超也要连任 李家超也要挑战他 是不是 于是呢 在适当的时候 就突然间 有香港某亲中报纸说 你挑战他 叶柳你当初契仔去那个智库 那个智库的教授 那个老爸 就是这个学生的施工 是中情局 那时候爆出来你就死了 死不死啊 是不是 所以 这些很多这些陷阱 不是说你自己现在是说的 就说得顺利 如果是这样就像湯家驊说 你这么怕最好的 将《苹果日报》全部棄置 如果是这样你怕就有很多灰色地带 将来咬不清 你要合理辩解 全部一个都不要派去英国美国的智库 派去清华就可以了 清华也未必可以 清华最近被人批 被大陆一网民说 为什么美国制裁这么多大学 是不制裁清华 是不是 和农夫山泉和莫言 三大汉奸一起捆绑 你别以为送去清华读书有事 我告诉你 所以风向变来变去 今天没事明天有事 明天有事后日没事 后日没事 大后夜有事 有事打完把 小后日不要紧 跟你平反 然后拿骨灰 跟你安葬都行 没问题 这个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特色 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这个23条的讨论 真是夜夜生歌 是很多有趣的话题 是足够可以上讨和辩论 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好 多谢大家支持 特别感谢加入风云会的朋友 多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正好,我们呼吁大家帮下手,以行动支持我们,利用超级系列打赏,以及加入会员专属频道,封云汇 拜清德肖美琴当选,这是美国其实暗松一口气最容易见到的结果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同一个列宁的祖宗 肥妈是一个蓝丝的无知,群众的一个非常之杰出的代表人物 特区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蓝丝抗拒,有没有让我看错 判就个个都会判,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来是会有转机 张五常的花名叫傻佬,黎智英的花名叫顶佬 这种性格,我们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是难以理解 这些叫偏偏我这样吹,是不是觉得跟林郑和梁振亦有某种的类疼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车,接着跟旁边那几个社长做事 刚才听到茶参说什么,照他相反的去做 苹果是不会有连载小说的,所以他没有小说的 很多年前他告诉我,是的,我是给他统战了 我有统战的价值,他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如果连林作瑜都关了,所以林作出来,他妈妈押着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电话呢? 未来就应该是陈国基和邓炳强这两位人才之争 沈旭辉是百值的婚宴,成千人 这个后面他的师傅叶国华就是做着一个秦代女不韦的角色 这个很明显的,那时候确实是想捧沈旭辉出来的 这个叫梁文道,蔡东豪叫我在香港电脑过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顶,我一个怎么做呢? 我要留天赤,不用留天赤 我跟你盲分瓦解,有一个叫刘世良 接着刘世良就扔着沈旭辉,叶蔓,梁启聪,梁启志,朗天这帮人 梁启志未到,王蔚伦,这帮全部叫青年社会科学才俊 这个人是很不信我,因为在牛津时他受了左胶污染 我不认识他,这个亦是一个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准备培养为转世灵童的对象 现在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按加入风云会 和陶生鲍sir的patreon 未来的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说,就算在黑暗中仍然要怀着一点的乐观 终于,我们都会见到光明的前路 在这里再一次感激大家两年以来对风云谷的支持 细事多变,小汉风云 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 dog云谷会继继跟新选与 jede只能获を撤退 一切点 余提侦 谷原 余提侣 谷原